基隆浪漫七夕烟火秀 画面上是记者会宣传现场 基隆市文化观光局将在8月10号晚上9点 在基隆地标释放360秒的高空烟火秀 只要在基隆市区就可以观赏到灿烂烟火 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 欢迎各地民众来唱游基隆一日游或安排二日游 晚上观赏烟火秀 当天晚上8点还会发放限量的精油手工灶 那其实我们想创造的不只单单只是一个烟火秀的一件事件 我们更希望能够推广更多人在七夕的时候可以来到基隆 从早上就可以来我们的和平岛 看我们的阿拉宝湾这样的一个场域 然后之后可以到我们的镇冰的一个渔港的色彩屋 以及我们很漂亮的公车站 以及到我们的镇派的一个新的一个OT的一个场景 这是我们跟在地青年做的一个场域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店 然后再来就可以到我们的耀塞司令部 以及到我们的大沙湾的音乐场域 然后度过一整天的一些活动 因为其实基隆现在已经跟以往不一样 其实我们整个东岸狼带上面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好玩的景点 以及我们西岸 下午你们也可以到万木山去走走 然后回到了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佛首洞 甚至到我们的太平清鸟去阅读一下 感受一下喝个下午茶的咖啡 然后晚上在基隆吃饭 最后可以在九点钟观看我们的一个烟火 其实看完烟火之后 我们也可以到 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庙口之外 也可以到我们的委托行那边去走走 然后最后呢 可以到我们晚上的鱼市场 就是我们的咖啡店 这也是北台湾最大的鱼货市场 甚至也欢迎大家可以住在我们基隆感受一下 那今年也有特别做高空烟火的部分 总共分为五个篇章 我们会先用璀璨盆花来揭开序曲 我们也在这边推荐几个最佳观赏的地点 包含国门广场 海洋广场 还有我们的东岸商场这边 基隆的夜晚 文化观光局也推荐一处新景点 就是配合青发战争140周年纪念活动 第一次点亮的青发战争纪念园区 透过光影设计营造出跨越时空的氛围 成为基隆的夜间文化观光新景点 市府充分结合基隆东西岸文化观光景点的魅力 加上七夕夜晚的浪漫烟火 欢迎市民朋友和各地游客 在七夕情人节来到基隆一日游或二日游 共度温馨与幸福时光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